妈妈牵着一个西瓜躺在桌子上 大徒看着桌子之上 口口的西瓜深处就不得吃 这时妈妈说 不要把西瓜子吃进垢子里 不要给她的妈妈 大徒一律大领状 要是趁妈妈不在意 一律烟就把一个西瓜给吃完了 就这样 西瓜子进入了柜里 开始成功发扬 早上当妈回醒了的时候 桌上变落了 地并没有关业 但是粗心的大徒并没有发现 可是在她洗漱的时候 却从鼻子里面 拔出了西瓜桃 这颗把大徒想坏了 之后她的鼻子里 就一直流出西瓜桃来 上课的时候 老师被她身边的西瓜桃 也不打了 于是老师就